金融高中校请市长谢国良亲自到学校 向学生和市长表达祝贺 学院当然不然是很重要 可是同时间维持各类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平衡 也是一样对各位同学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鼓励同学学院很重要 但是我们也一起均衡发展 其他的兴趣跟专长 在这边非常开心能够再一次回到金融高中来 因为过去我在担任立委期间 我那时候也跟很多的议员跟校长 过去有合作对于学校的设施 共同的努力 所以回到我们这个学校来 总有一丝丝的温暖 亲自将首长拓印留给校方作为纪念 谢国良说 金融高中这几年 校务都是蒸蒸日上 有非常好成绩 在担任立委期间 就跟金融中学有很好的互动 那过去他们包括 现在您看到的这些路面的建设等等 都是我们跟当初的校长 然后还有议员 校友们合作的结果 那中校长我也非常感谢他 因为他是我教育政策的重要顾问 我们前几天才开会讨论如何让 基隆更多在地的孩子留在基隆念高中 所以他那天就两三天前吧 我们都固定的有开会讨论在地基隆的孩子们的教育政策 所以我非常感谢中校长在这方面给我很多好的建议 那所以今天来到基隆中学庆祝校庆 其实基隆高中就是为了基隆人的子弟 那来设立的 那我们希望学校越来越好 当然我们的学生表现越来越棒 尤其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呢 未来都是我们国家的人才 针对行政院21号认定扑海公投 违背宪法及中央法令 必予以撤销 市长谢国良说 这项决议等于让基隆市民基本的公投权力丧失 还是认定地方的环保 地方的渔业是地方自治的事项 当初假如连署完送到市府 市府批准合可之后 其实就可以进行公投 这公投其实也只是地方反应民意的一种方式 然而透过了不同行政程序的操弄 最后却变成了民众基本公投的权力 已经丧失了 本府虽然努力曾经尝试用解释的方式 只是想要还给民众该有的一个公投权力 然而行政院却仍然把它驳回 所以我只能说我感觉到非常的遗憾 引起非常的难过 那至于未来我觉得对于这个公投的救济途径 该有的我们应该都会走所谓的救济途径 对于后续救济详细内容 谢伟良表示会与市府相关局处研议之后 在对外说明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